維持他的身形 但是在他這麼多擅長的運動當中 他還是可以 我最愛的就是跳舞水 所以就是說 雖然到了好萊塢 還是不要自己吃之前的最愛的劇業 你知道在大家最知道的 《雨雪任務》這部電影 《雨雪任務3》裡面這部 有一個鏡頭 跑碼頭這個鏡頭 他是完全不用提升 真槍是在自己來 全副武裝自己往下跳了 他覺得那個鏡頭是他最完美的鏡頭 現在大家對他印象最深的就是 他這個很健壯的肌肉 你知道他要怎麼樣去保養 跟這個維持他才能夠保持他的 可是你想想看 一個跳水的選手的肌肉 跟他現在的肌肉其實結構來說 應該是都不一樣 其實完全不一樣 因為這個 一般來講 像現在 他做的是我們叫人體身體感 人體身體感 他可以完全抗 這個抗衡 其實呢 他會做這樣的動作 對 他這樣子的體能的訓練 跟他在跳旋的時候的訓練 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他必須要在 其實這幾塊的 一間的訓練開展 都完全必須非常的嚴格 要領有這個 分的這個社區 大概是 然後不能有任何的 油脂的這個社區 他才能夠 再靠著這個大量的運動 他才能夠訓練出 他的這個肌肉的線條 是非常的完整的 嗯 所以也就是說 前世拉森能夠有這樣的 現代的這樣成就表現 也是要經過後續的 等於把自己身型在做改造啊 對 所以他說 肌肉其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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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谢谢观看